趁著26號中午中正紀念堂衛兵交接時 這名男子突然衝上前去 把暗藏裝有紅墨水的塑膠袋丟向蔣中正銅像 當場被管理人員和憲兵壓制在地 又有人朝著蔣公銅像波齊 編一哨跨過圍欄和嫌犯開始你追我跑 直見右邊一名海軍李兵拿著槍 以跑百米的速度衝上前 另外一名李兵也跟上 一陣呼爛後將犯嫌壓制在地 但前面正在交接換班的李兵 還若無其事地繼續踏步 根據了解丟棄的這名陳新男子 是台灣國辦公室主任陳俊涵 而這也是他第四度闖進中正紀念堂 對蔣公銅像波紅期 疾風訊後以3萬元交保 最特別的是 平常李兵執勤都是站崗 一動也不動 到底能不能在執勤的時候走下台階 國防部強調一切遵守標準流程 但李兵只能隔離嫌犯 並沒有執法權 當時就是一隊在執勤李兵勤務的時候 那旁邊都會有一隊的便衣少來陪同 當天是發現異常狀況的時候 而立即我們這些便衣少人員 以及要下勤務的一隊人員 就立即將人員做出隔離 後續是由中正紀念堂的助衛警 以及保全來做後續的處理 一般中正紀念堂的蔣公銅像 會有兩名海軍李兵執勤 一名便衣少負責李兵的大小事 加上一名諸位警和保全 但其實中正紀念堂的管理單位是文化部 李兵是國家門面 知情遇到突發狀況 還是可以幫忙危機處理 記者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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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綜合已不教 記者維帝 記者綜合